这条退役警犬突然跳车 奔向训导员 只为给他最后一个拥抱 警犬是无言的战役 在服役期间会跟随着 执行大大小小的任务 是训练有素勇敢无畏的毛孩 到了规定的服役年龄 他们就会光荣退役 结束军旅生涯 那么退役后的军犬都去了哪 我们能领养回家吗 退役后的警犬有三种居住 一种是继续留在基地在里面养老 不仅有专门的人员照顾生 还能领取养老金 第二种就是被训导员领养 在服役期间 警犬和训导员并肩作战 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情意 有条件的训导员就可以带着 这位忠诚的伙伴一起回家 那么我们能不能领养呢 答案是可以的 但这有严格的条件限制 领养人要经过层层筛选考察 领养后 还要定时汇报警犬的身体情况 领养手续也十分麻烦 现在网上最出名的就是 那条鸡当保姆又当保镖 还能辅导萌娃写作业的 退役警犬怒命 网友评价 除了长相哪里都像 可见智商超高 一般的狗狗寿命都在10到15年 但警犬的工作强度和危险系数都比较高 所以寿命就会降低 像在执行任务时 不幸牺牲的警犬 就会被好好安葬 墓碑上也会刻上 他们的名字和功绩 警犬忠诚又勇敢 也像个战士一样 身上肩负着神圣的使命 遇到危险冲到最前面